师父 文小六他究竟是谁 你以为他是谁 你让我带他回来时 跟我说是故人之子 繁忙的杨子被各种离奇的遭遇拖累 如今终于有一部新剧《长相思》和观众见面 热度不低 但没想到的是 该剧的男主角张婉毅却因太谱而被群嘲 今年29岁的他虽然不算大红大紫 但是出道七年也曾留下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但大家关注的却更多是其颜值到底普不普 不禁令人疑惑 这到底是观众的审美在降级 还是那鱼骨子里的一种悲哀呢 张婉毅是湖北人 1994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高知 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张婉晴 毕业于武汉大学 因为父母属于晚婚晚育 所以给姐弟俩的取名时都带了一个碗字 两个孩子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寓意晚来的情谊 父母对于这对儿女都有着殷切的期待 因此自小便努力栽培他们 张婉毅小时候就性格活泼 整天调皮捣蛋 因此父母便有意培养他的文艺特长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便学习钢琴 之后又接触了声乐 在校期间一直是班里的文艺骨干 读到高二这一年 张婉毅因为看到了一部叫做《老有所依》的电影 对于表演有了兴趣 他觉得自己以后也可以做个演员 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体会不一样的人生 2012年 18岁的张婉毅第一次参加高考 成绩已经达到同济大学表演系的分数线 但他并不满意 因为离理想中的北京电影学院还差了几分 张婉毅选择了复读 并于次年如愿进入北影 和孟子义等人成为了同班同学 读到大二时 他被一家名叫星力天际的影视公司相中 当时公司旗下有郭碧婷 陈一涵等一人 当时对方承诺 在三年之内为张婉毅接下三部电影 三部电视剧 且保证其拿到的角色不低于男二号 也正因如此 他便一口气签下了八年合约 到了2016年 22岁的张婉毅 接演了自己的首部作品《极品魔王》 十逢网剧市场形势大好 该剧播出后达到了4亿的播放量 成绩不错 公司便趁热打铁 又想给他接其他的网剧 但张婉毅却拒绝了 理由是期待演一些正剧磨练自己 2017年 他在红色剿匪剧《临海雪原》中 饰演了英勇无畏的战士高播 或许是因为发展理念与公司相悖 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 星力天际对于张婉毅的演艺事业 没有太多规划 属于放养状态 那几年 他也陆续出演了刑侦剧《莫斯科行动》 喜剧片《我说的都是真的》等 但却没有一部戏大红 也并未找到合适自己的路线 意识到在这家经纪公司没有未来 张婉毅于2017年提出了解约的要求 却被对方告上法庭 并要求其缴纳1250万元的违约金 最终 双方在法院的调解下 他承担了50万元的违约金 和10万元的律师费 解约成功 挥别了经纪公司 张婉毅便开启了单打独斗的历程 他在那之后并未再签约 而是自己成立了工作室 尽管没有了经纪公司的各种制约 但单干的日子也不轻松 他没有资本的扶持 想要接戏必须靠自己递简历 面试剧组 因此 整个2020年 张婉毅都没有心做出炉 直到次年才在风起泥场中 饰演了野心勃勃的反派角色 曹王李明 这个角色的造型非常适合他 因此使得他收获了一群眼粉 演技方面 他属于可塑性极强的青年男演员 毕竟从出道到演了曹王 张婉毅是一步步摸爬滚打走来的 从客串到极品魔王中的丑角 到我的真朋友中在底层摸爬滚打的房产中介傅晓宁 他一点点的进步 甚至总能以稳扎稳打的演技碾压男主角 风起泥场中的男三反派曹王 终于使得张婉毅被小部分观众看到并记住了 当然 当时就有不少人质疑他的颜值 认为太普通 没特点 但实际上 真正的好演员不一定非要第一眼惊艳 否则戏路就太窄了 果不其然 风起泥场之后 张婉毅又趁热打铁 在《觉醒年代》中出演了成都秀长子陈延年 以及年代剧《乔家的儿女》中的乔二强 可以说 其接连塑造的三个角色都有巨大的反差 曹王颇具城府又十分狠利 眼神之中是深不见底的心机 而陈延年则温暖纯良 最初少年感十足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眼神中透露的是坚定和决绝 乔二强则是另一种倔强和轴 除此之外 就是木讷和质朴 《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 在日后的采访中曾透露 之所以选择张婉毅饰演这个角色 完全是个偶然 他表示自己当时为了这个角色的选角一筹莫展时 张婉毅主动来面世 但是他在一众帅哥面前并不起眼 或许是上天帮忙 试镜当天 恰好一束阳光打在了他脸上 也让张永新看到了张婉毅眼中的那道光 他的眼神里带着某种意义上的坚韧和坚定 不浮躁 能沉下来 而为了更好地贴近陈延年的形象 张婉毅在全世时下了许多功夫 包括去研究角色走路的方式 心中的执念 甚至在拍摄阶段一直以陈延年的状态去生活 开机半个月前 他便背好所有的台词 且整个拍摄阶段做到了房间里只有剧本 像苦行僧那样去抠角色 尤其是最后慷慨赴死那场重头戏时 观众显为人知的是 当时他为了还原劣势的状态 脚上戴的镣铐是道具组一比一还原的 足足有二十多斤重 而且拍摄时正值寒冬 发着高烧的张婉毅却穿着漏风的戏服 在雨中拍了五个多小时 对此他毫无怨言 而是在社交平台直言 英雄不只出现在历史上 课本里 新闻中 学习英雄 致敬英雄 英雄就在我们之中 我想更懂你 靠近你 成为你 不过也是这最后一幕 让许多观众泪目 并因此记住了他的脸 相比许多同龄的流量演员 更喜欢拍摄偶像剧收割热度 张婉毅似乎更喜欢拍摄正剧 这和其的追求与对表演的认知大有关系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年轻演员就应该多演一些证据 这种戏很考验演员的能力 除了觉醒年代 乔家的儿女中的表演 也让不少观众喜欢上了张婉毅 而事实上 这个角色也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据说是世系前一天 他才接到了消息 于是便自己找朋友熬夜录了片段 最终经过层层PK争取来的 可以说 2021年也同样是张婉毅的觉醒之年 他因为接连演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被注意到 但事实上 他却是神秘的 似乎并不愿意过多地 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 连歌手毛不易在《综艺毛血汪》中 都对来做客的宋佐儿 提起了合作过的张婉毅 直言 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因为他好神秘 确实 逐渐走红的张婉毅 显然走的是 另一条更显得曲折的路 他会因为录制综艺 不想透露自己的行程 而得罪粉丝 导致后援会满腹委屈 出面宣布脱粉 也会因为低调恋爱被拍 陷入脚踏两只船的风波 但自己 却没有出面回应过一句话 却不料反而导致了 大批网友出面力挺 质问 27岁了 谈个恋爱咋了 当然也有粉丝 扒出其两任疑似女友的时间线 证明其并非无缝连接 脚踏两只船 对此 张婉毅依旧沉默 我行我素着 反倒让人感觉到狗仔的无聊 甚至 还有人总结出他 被爆恋情之后的三类反应 一 恭喜 二 说明火了 三 羽绒服是什么牌子的 而他本人也并不排斥流量 但背后的原因是 流量可以辅助我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去得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私下里 张婉毅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还会去闲鱼逃二手货 被对方发现了 则非常接地气的回应 都是老百姓 怕啥 一句话令人圈粉 也让人瞬间觉得内娱的人为而回来了 不拍戏的时候 他也有许多爱好 会打冰球 弹钢琴 练毛笔字 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也会去努力地像老百姓一样生活 去坐公交 地铁 去观察市井里的烟火生活 如今 张婉毅却因为太普 遭到长相思的某些粉丝群潮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相信长着一张国泰民安脸的张婉毅 正朝着自己努力的方向走过去 如今他手握非凡医者 父辈的荣耀 我知道我爱你 和锦绣安宁等多不存货 等待着发光 也许有人会问 他不是只拍证据吗 为什么也要抢占偶像剧的市场呢 而作为观众 我们只需要认真对待角色的演员 无论什么题材 好看才是硬道理 祝福张婉毅 希望这晚来的爆红同样精彩